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擅长用大道理来表现自己的高尚 偏喜欢反复劝说来让你接受他们的观点 初次接触会觉得这样的人见过很多世面 接触久了会发现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 而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大家都懂得尊重别人的三观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人和人之间本就存在着差别 总是用自己的三观来要求别人 用自己的道德来约束对方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肤浅之处 一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 最近这些天回归后的李佳琪又全分了 除了双十一一的加持外 他在直播间的一番言论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赞扬 当时直播间正在卖一款儿童水杯 有蓝色和粉色两种颜色可选 正常人的反应都是男孩选蓝色 女孩选粉色 直播间的女助理往往也是这样推荐的 李佳琪原本是顺着说的 花音刚落 像是想起了什么 赶忙说道 小朋友喜欢什么颜色 就买什么颜色 不分男女 男孩也可以用粉色 女孩也可以用蓝色 只是说这话的时候 往往皱着眉头 一时间直播间的气氛有些尴尬 往往接着说 我的意思是男生拿粉色有点不可以 这次李佳琪认真了 他坚定地回复说 你要尊重所有人的喜好 好不好 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瞬间全粉无数 在他的直播间有不少人留言 诉说着自己 曾经被限制过的过往 有人说自己的孩子喜欢绿色 可每次选绿色都有人会笑 有人说 自己的儿子会被老师引导着选蓝色 也有的男孩穿着粉色的T恤 会被嘲笑是女生 就这样 就这样 我们的行为 被从小标记 似乎从一出生起 就要按照一条规定好的道路来行走 就像罗振宇说的那样 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 通常是懂道理 长本事 有出息 而很少有人告诉我们 解决人生绝大部分问题 最管用的不是有道理 有力量 和有地位 而是最普通的东西 尊重 二 停下纠正别人的欲望 作家马博雍讲过一件事 说他以前有个好朋友 两家人因为关系好 总是在一起吃饭 朋友的妈妈也很热心 总会照顾 在座每个人的感受 只是每次一起吃饭 马博雍都浑身的不自在 有此 他看到餐桌上有一盘酒转大肠 他很喜欢吃 正准备加一块时 却被朋友的妈妈端走了 嘴里还念叨着 肠子最脏了 马博雍觉得扫兴 但因为太想吃了 也忍不住说道 我想吃那个肠 不料 朋友的妈妈开始了劝说模式 一遍遍说着肠子脏 肠子难吃的话 并自顾自地替马不用做主 说他一定不想吃 一顿饭吃下来 马博雍闷闷不乐 却又什么也不能说 内心可想有多难受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喜欢替别人做主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看似是在为了对方好 实则是用自己的观点 来左右对方的行为 但人与人成了环境不同 接受教育不同 所养成的性格 品性三观自然不同 试图按自己的意愿 来改变对方 不仅收效甚微 反倒会拉眼 与对方的关系 得不偿失 就像董经说的那样 相对于喜欢 我更在意尊重 因为喜欢很多时候 来自表象 而尊重却源自于本质 三 学会换为思考 才会发现不同 你可能也发现了 现代社会 人与人之间 本就存在着千差万别 我们也喜欢用三观 来表达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那么 究竟什么才是三观不合 我很喜欢一个答案 你喜欢看书 他喜欢玩游戏 这叫三观不合 这不叫三观不合 他说看书有什么用 不就是装文艺吗 这才是三观不合 你喜欢去洗餐厅吃牛排 他喜欢在大排档撸串 这不叫三观不合 但是他说那玩意儿死贵 还说不好吃 说你真是做做 这就是三观不合 你喜欢假期去各地旅游 他就喜欢宅在家里 这不是三观不合 但是他说旅游有什么好玩的 不就是花钱遭罪吗 躺在家里多舒服 这就是三观不合 总结一下就是 真正的三观不同 不是两个人有多大的差异 而是两个人不懂得 互相尊重对方 这样相处下去 难免自生矛盾 爆发争吵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 视频中小两口约好了一起外出度假 结果到了酒店第一天 男人早早地起床 洗漱完毕 等着外出游玩时 女人却还躺在床上 怎么都叫不起 男人没忍住 指责他说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不起床 看到女人不耐烦的表情 他随即又顿住了 这一次停顿 他克制了自己想要指责对方的念头 也化解了一场争吵 男人想到 这一次出游 两人的诉求本就不同 女人希望能吃饱睡好 所以迟迟尚未起床 自己想要游山玩水 所以早早起床做准备 如今 自己想要女人起床 只希望对方能放弃自己的诉求 来满足自己游山玩水的诉求 想到这里 他坏了种表达 亲爱的 此刻外边景色正好 我想你和我一起欣赏 这光线不错 还能给你拍好看的照片 听到这句话后 女人没了起床计 没多久便起床打扮 随后 两个人牵着手 外出又完 其实看他们这件小事 不难发现 赖床的女人和早起的男人 两人本身就没什么错 可一旦用了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对方 对方难保不会 慢身错处 人生在世 学会换位思考 才能解决相处过程中的 诸多不同 四 人生最大的智慧 在于尊重对方的价值观 有一次和一个书画家聊天 他说曾经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 是朋友介绍来的 想拿他几幅画去送人 但又不想出钱 他原本想送几幅画 交个朋友 也倒没什么 但这人说了一句 你们随便划了几笔 就把钱赚了 于是 他给对方说 给多少钱 这画都不卖给他了 直接将那个人 轰出了自己的画室 当然 也不想交他这个朋友了 这位画家说 我就是个画画的 但是我的作品 也不是随便划了几下 就能完成的 他能行 他自己划了几下得了 他不尊重我的职业 我也不会尊重他 更不可能和他 有什么进一步的来往 这一点看起来 这位画家貌似过度强调了 自己的那种傲工 失去了一个做生意的机会 但事实上 他却捍卫了自己的艺术尊严 大师刘开曲年轻时 穷困潦倒 就到街上买画 一个老外看中一幅画 问他价钱 他说五百美元 老外觉得太贵 希望降价 刘开曲就把画撕了 众人不解 刘开曲说 这画我要价五百美元 说明我认为他值五百美元 你跟我讲价 说明在你眼里他不值 所以我要重画 直到画到顾客认可为止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 比较喜欢的事 在别人看来 或许并不重要 但是 在他自己心中 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与人交往中 我们都会说投其所好 这也是 与一个人快速成为 友好关系的一个途径 相反 如果想要与别人 拉开差距 甚至与别人交过 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是直接攻击 对方的兴趣爱好 破坏对方 心中最神圣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价值观 在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衡量 自己成败的标准 所以不要去用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 因为你的标准 对于别人而言 并不一定适用 别人心中的成败 不是你所能理解 同样 你也不必要 受别人的标准 来左右自己 因为别人也未必懂你 别人的标准 也未必适合你 看过一句话 白鹿力学 愚者见鹿 踪者见血 智者见白 意思是说 面对同样的场景 不同的人 自有不同的角度 同样的 面对相同的事情 不同的人 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更何况 成长环境 本就是不相同的两个人 在面对相同的事物时 自然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所以 真正有希望的人 很少对别人的生活 指手划脚 因为他们明白 这个世界的参差 更理解 人与人的不同 经营一份关系的秘诀 不是将对方打造成 你喜欢的样子 而是 彼此接纳对方的世界 尊重对方的喜好 在彼此相处中 慢慢磨合 彼此尊重 下一次 倘若遇到类似的事情 请克制住 你想纠正别人的欲望 要知道 纠正别人的后果 很可能是两败俱伤 而互相尊重的结果 却有可能 获得供应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 富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